诶 站长 你东西都带齐了没有啊 卫生纸 水 饼干 泡泡刷 等会儿 你大老一会儿带防晒刷干什么 不是我用 我给别人带的 别人是谁 别人就是 是不骆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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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干什么 你不也拿那么多化妆品吗 我这 你甭管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拿包方面 tore 上长 张翔 张翔 你 你别逗我啊张翔 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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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站着 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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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放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还有人在 在里面 外头外头 外头外头 外头 外头 出事了 快快快 出大事了 快快快 出大事了 还有人吗 楼上有没有人呢 外头 快 还有人没有 他快 起来 他快 起来 起来 放在里面 快点下楼 快下楼 快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我告诉你 走着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郑哥 郑哥被人袭击了 咱们哥累没有 应该没有 那就好 那就好 没听他说吗 郑郑都回不来了 不是你别着急 你赶紧把他说 这事是怎么回事 你说一下吧 我们 我们去超市 拿完东西 我要回去拿点护肤品的时候 叫我回来 就叫我回来的这一刻 有个男的 拿个大棒子 郑郑 已经被撂倒了 一个男的拿大棒子 对 就把郑郑给打晕了 对 那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不知道 那你咋不救他呢 我 我 我 当时 当时 是那个男的一个人 但是 我也看不清 他们到底是来了多少人呢 对不对 万一我俩都被抓了 咋办呢 你是不是爷们 你这叫哥们儿啊 你自己回来 你好意思你啊 我怎么不讲义气了 我 你说要是我俩都被撂倒了 谁回来给你们报信 你们能知道这事吗 那你就把他自己一个人丢在那 干啥干啥呀 你一句我一句的 还让大人活了 不是 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想办法解决呗 这不正想办法解决呢吗 人怎么样了 在哪儿 是死是活 咱们都不知道啊 干啥 喊啥呀 那你说 你说怎么办 我说咋办 熟熟的东西撤呗 万一人家都过来了 把咱们熟了 怎么着 你是个男人吗 刚才谁说的 讲义气 讲义气 你 我 我最讲义气的 我告诉你 我不像玲珑 自己回来的 我 我得去喊俏俏俏 我也赶紧找京雅 先去办法 小夕 小夕 这些化妆品也拿着 放好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想这些 啥事你得擦脸呢 这些对你重要 现在什么最重要 两个人一起走 两个人一起回